哈喽大家好,我是大营 现在的气温越来越低 对于一到冬天手脚就冰凉的朋友 这一款姜糖非常的不错 食材简单又加长 下面看看是怎么做的吧 首先我们先准备几块生姜 先用削皮刀把生姜皮削掉 这个姜皮属于寒性 放入清水里面清洗干净 清洗干净以后切成薄片 再放进料理机里面打成姜泥 加入少一些的清水 只要可以让这个机器拽弄起来即可 水尽量少加一些 这样减少了后面熬煮的时间 再把打好的姜泥倒入不粘锅里面 加入200克的冰糖 红糖黑糖都可以 开中火把糖炒至完全融化 一直中小火熬煮 期间要用铲子不停的搅动 防止粘锅底 这个是麦芽糖 我一共加了250克进来 继续中小火熬煮 用铲子不停的搅动 防止粘锅底 水分会慢慢的蒸发 锅里面会冒大泡泡 这时候要加快搅拌速度 这个泡泡喜欢往四处煎 几分钟的时间锅里面依然冒泡 但是不会往外煎了 而且锅里面也开始变得浓稠 证明水分挥发的差不多了 一直搅拌熬至看锅铲 调起成片状低落 而且开始粘铲子了 这个时候就开始要多留意一下 下完里面加入一点水 用筷子头调一点放到水里面 看一下散开了 那样的话还要继续来熬 继续来搅拌 锅里面的酱变得更加的浓稠 开始成团了 挑起粘着铲子不掉 再来用筷子试一下 看一下 放水里面不散开 用手按下成片 不散经营剔透 这样就可以了 盛出放到油纸 或者是油布上面 用铲子摊开 放凉 稍微放凉一些 再按一按 我们用油纸叠好来回按压 完全按好散开是不沾油纸的 给它按成块状 看一下 这样就轻轻松松的撕下油纸了 先给它切成长条 连着油纸切 这样切的时候就不容易粘刀了 切好以后 把上面的油纸给它撕下来 再给它搓成长条 搓好以后 再用干净的剪刀 剪成小块 完全放凉 就不粘了 加强版的姜糖 就制作完成了 如果怕粘的话 可以在表面 撒上一层熟的糯米粉 给它均匀的裹上一层糯米粉 然后装到密封的罐子里面 天天来两块 驱除寒气 让你这个冬天手脚不再冰冷 喜欢的朋友收藏起来试试吧 喜欢我的视频 记得关注转发点赞留言 感谢大家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感谢大家